中国西部旅游带您畅游西部 新疆的秋天是来得早去得及 可以说是短暂而又美丽 也正因为如此 秋天的新疆才更让人怀念和期待 对于位于海拔四千多米的帕米尔高原上的 塔什库尔干线来说 秋季更是一个充满了喜悦和丰收的季节 此时那里秋高气爽 牛羊飙肥体壮 到处呈现出一片忙碌的景象 生活在这里的塔吉克人 就把这个时节作为每年举行婚礼的最佳时间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高原小城 去参加一场热热闹闹的塔吉克族的婚礼 对于生活在塔什库尔干线石头城下的萨比克大婶一家来说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因为经过一年的精心准备 他的小儿子伊木然今天要举行婚礼了 艾德哈今年61岁 是萨比克大婶家的亲戚 也是塔县的一名高级翻译 老人很热情 主动地给我们当起了翻译 这些都是家长 祝贺你们 祝贺你们 你们全家人都好 我们祝贺你的儿子结婚 他说感谢你 婚礼第一天是做准备 来客主要是帮忙的亲戚朋友们 在塔吉克族的婚礼中非常忌讳送钱 因此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们 都会带来些自己亲手制作的绣花枕头 枕巾和背面等表示祝贺 前来的客人与萨比克大婶简单寒暄后 妇女们就开始各自忙碌起来 生活在高原上的塔吉克人 因为气候寒冷 饮食主要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 今天 萨比克大婶也为来客准备了手抓肉 抓饭 还有烩菜等 大婶告诉我们 这场婚礼 他们家要准备宰杀八只羊 吹音笔 跳鹰舞 是塔吉克人表达喜悦心情最直接的一种方式 生活在高原上的塔吉克人向往熊鹰 他们把鹰作为自己的图腾 每逢节日婚庆时 他们都会跳起这种模仿熊鹰飞翔的动作而编制的鹰舞 吹起用鹰的翅鼓制作的鹰笛 萨比克大婶说 这鹰舞一跳起来 就表示婚礼已经正式开始了 范琴 十五小的扁 一群阳 一群阳 八大 十八 十九 今天是婚禮的第二天 也是萨比克大婶家最忙碌的一天 因为居住在县城内外的大批客人都要到来 在塔什库尔干 通常一个人的喜事就是全村老少的喜事 村子里亦有人家举行婚礼 不管是否有亲戚关系 大家只要想来都可以来 因为在塔吉克人看来 婚礼是他们一生中最隆重最重要的事了 按照塔吉克族的习俗 今天是为新郎着装打扮的重要日子 塔吉克人向来尊重新人 在婚礼的前两天 新郎和新娘一般都不允许外出 难怪来了这两天也没有见到萨比克大婶的儿子伊木然 对于新郎伊木然来说 今天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除了能得到亲朋好友最尊贵的祝福之外 还要为他专门宰杀一只羊 让所有的来客都来分享他的快乐和幸福 正说着 听大婶说要打扮新郎了 这可是婚礼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们得赶紧过去看看 塔吉克人对新郎的着装打扮 可是有一番讲究在里面 今天为伊木然打扮的 除了他的姐姐姐夫之外 还有两位伴郎 在塔吉克族婚俗中 他们都要为新郎寻找两位伴郎 一位是已婚男子 迎亲时要站在新郎的右边 另一位是未婚男子 那当然是要站在新郎的左边了 新郎的手上要戴上 最有红白两色手绢的宝石戒指 头上和腰上都要系红白相间的两条绸缎 这样就意味着他正式成为新郎了 一番忙碌之后 新郎终于打扮好了 在亲朋好友祝福的歌声中 他被父亲伊拉尔丁大叔带到了新房里 此时婚礼也达到了一个高潮 我去打扮好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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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我去打扮好歌声 那先发言 我去打扮好歌声 我去打扮好歌声 在这些下来输家 有点出道